你叫什麼叫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大的奇蹟 就昨天呢 我幫我兒子報名了一個 7月23號禁食節的供奉上司蓮花族 帕達撲甲的集市 就非常神奇的是 昨天晚上在女神達仙阿卡去閱讀當中呢 大師親自點名並祝福我的兒子 覺得要不要那麼神奇啊 然後我的兒子知道我有非常非常的激動跟高興 嗯 其實這一路走過來 嗯 我會感覺我跟我的兒子真的是一路的在圓滿自己吧 那我是第一期普羅馬秀阿虹的同學 那我的兒子呢 他其實在第二期的課程當中呢 那也基本上都參加了期間的點話 和這個打險的環節 嗯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其實他自己的旅程也就開始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不斷地去示範他的不圓滿 嗯 然後他也可以更加真實地去跟我表達他的內在的一些情況 就比方說他在跟我相處過程當中 有些事情讓他感到不舒服 那他以前也是 就不不太會表達也不太跟我說 那現在他都會很願意的去跟我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我會覺得有這樣的一個良性的溝通 對我們之間的這個親子關係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進步 嗯 然後同時呢我會發現 呃 他內在的恐懼也開始 呃 釋放了很多 就是他內在的力量開始不斷地去沾顯出來 嗯 然後 包括他現在的一個 呃 學習能力啊 等各方面 我都覺得呃 有了 應該蠻大的一個提升吧 和進步 對對對 嗯 那甚至是在之前有一次我們在做超度儀式的時候 我兒子自己主動跟我說 我可以做超度嗎 我當時都覺得嗯 有點驚嘆耶 就是這個小小的靈魂好像他什麼都懂的樣子 嗯 對 那其實這一路走過來這一年多我們其實 嗯 特別特別感恩善師嘛 然後我們也參與了蠻多的這種祭司 那同時我自己也是SGP 呃 這個卡拉撒的這個電機人嘛 然後我們也在 呃 一起參與到卡拉撒的建設當中 對 那我就會發現說 呃 善師其實給到我的恩典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他一路都在指導我 就是我感覺我的每一個祈禱 真的都有被聽見 然後在最恰當的時機呢 然後上次都到 給到我最恰當的一個回應 包括這段時間其實我就是在 在說 欸我要如何更好的去陪伴我的兒子 如何去協助我的兒子更好的圓滿 然後今天大師就給了我一個 一個這麼樣的一個強大的一個喜訊 應該是昨天晚上 今天凌晨 那所以呢我真的會覺得 就好像你真的心裡想什麼 你當下在面對一個什麼樣的一個課題 然後你去跟大師說 他都聽得到欸 真的 親愛的同兄們 就是 重點重點的就是 呃 我們不斷不斷去加強自己的這一份情感鏈接 就是不管你所想的 你所說的 這些其實 嗯 宇宙都會回應你 其實上次都聽得到 不管你是在做 嗯 每天早上在做 撲甲的時候跟他說呢 還是你在這個盡心的環節跟他說 還是任何的時間 我覺得 就是當你面臨的任何的困惑的時候 我都 你都可以 靜下心來 去好好聽聽 這份回應 這段時間真的是 當我感到困惑 當我迷茫的時候 我都會 嗯 齊請 呃大師給到我 信號給我指引 嗯 讓我更加堅定我這一趟的旅程 嗯 讓我不斷不斷的去釋放我的不圓滿 然後一起更加堅定的走在這條 這種圓滿的旅程上 所以 7月23號是今年的禁師節 也非常非常建議我們親愛的同兄們 大家都一起來參加禁師節的活動哦 一起來表達我們對上司的一份感恩之情 那這個期間呢 據我所知 有非常非常強大的活動哦 有這個火供啊 還有那個慶典啊 那同時呢 這個每天晚上都還有這個撲甲儀式啊 那也歡迎大家都能夠一起來參與像 連花族 供奉塔塔布甲 還有稱宗儀式 還有供奉你神金幣 還有超度儀式 等等等等 對 重點是我們 嗯 去表達一份對上司的這一份感恩之情 嗯 表達這個 我覺得這個宇宙對我們的這一份厚愛吧 嗯 然後也希望大家都能夠一起來共生這一份 幸福跟喜悅哦 謝謝大家 Media南丹 Media南丹